若是我的話 我XX媽 我真的覺得超噁的好不好 超噁的吧 你想想看喔 你的老公跟他結婚 在那個MeToo事件爆發之前 我都不知道他是這樣的人 我都不知道他原來是個XX戀童P 他聽點裡面有超多的幼童片 就是個噁爛到不行的男人 所以以後黃子椒戀童P喬吉爾 呼夢更如張笑顏 罵他們沒道理 我認為黃子椒是在一個 明知顧犯的情況之下 去助長這些犯罪的行為 他的這件事情啦 假官把他判還起訴 我個人的看法是覺得 太輕了 三金老師又開槓啦 陳寅針對黃子椒 之前被報是偷拍論壇的高級會員 還持有七部未成年性影片 引來外接他吧 就連黃子椒恩師張小燕 老婆夢更如也養肌吃魚 被網友出征 其實我看到這樣子的風氣 我覺得是很不講道理的 因為今天犯錯的人是黃子椒 到底關孟耿如或是張小燕什麼事情 今天又不是孟耿如跟張小燕 知道黃子椒一直有這樣子的犯罪行為 但是他們縱容他 包庇他 那我看到孟耿如呢 他昨天出來發了一篇文 我想要念一下孟耿如的這個法文 無論如何影片的下載跟購買 促使了非法網站的猖獗 造成更多女性的傷害 這部分真的錯了 真的錯了 真的錯了 他講了三次真的錯了 但問題是他前面在講的是 他非常抱歉 黃子椒是因為 不了解 販售影片的取得來源 請問一下黃子椒一個 自己已經五十幾歲的人了 五十歲的人他會不知道 這個影片的取得來源嗎 他有沒有覺得那些未成年 都是心甘情願去拍攝的嗎 這些未成年人 他的影片來源很有可能 就像我剛剛跟你講的 他是被駕騙去的 然後他是被對方威脅 所以就繼續拍攝這樣的影片 我不認為黃子椒會不知道 這是非法的 因為A片我們當然知道 那就是合法的 但是未成年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違法的 再來就是 你是一個在演藝圈 也算是相對格高望重的主持人 所以我不認為 你是完全無知的情況之下 去下載去購買這些影片的 那這個行為是非常非常可恨 可怕而且可惡的 那個影片的來源呢 絕對不是像拍A片一樣 拍A片通常就是 AB女優他已經成年了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 AB男女優 大家都是你情我願的狀況下 我就是要賣我的肉體來賺錢 就像剛剛有人跟我講的 你為什麼想當一個小丑呢 因為我現在要賺錢怎麼了嗎 我現在就是在賣我的知識 跟我的美貌 跟我的肉體 我就正在賺錢 真的不要去罵孟耿如 孟耿如就是一個受害者 而且我很難想像他現在的心理狀態 是多麼的煎熬 也許也是靠這些正面能量 或是什麼大天使之類的 他才能夠不跟他離婚吧 如果是我的話 我X媽 我真的覺得超噁的好不好 超噁的吧 你想想看喔 Mee的老公跟他結婚 在那個MeToo事件爆發之前 我都不知道他是這樣的人 我都不知道他原來是個XX戀童皮 我都不知道就是 他會叫很多女星 然後來拍一些裸鐵的寫真 什麼之類的 我就不知道XX這個性變態 我還跟他XX耶 小癌還生耶 如果是我的話 我真的好噁好噁喔 我看心理醫生耶 他硬碟裡面有超多的幼童片耶 就是個噁爛到不行的男人耶 各位如果是女性 各位朋友們你們認真 將心比心思考一下 老公竟然是個戀童屁 然後做那麼多變態的事情 他就是個XX變態耶 你要罵他也真的 不知道要怎麼罵了耶 你內心就是很受傷吧 就真的會覺得自己是不是 真的很不乾淨 怎麼會被這種人XX 真的太噁了XX 是不是噁還能說什麼 我的天啊